欢迎收听Money DJ 财经新闻 第一线记者带你看懂 产业大小事 哈喽 大家好 今天跟我一起来陪伴大家的是 乙忠 跟大家say hello 哈喽 哈喽 我是乙忠 好 今天会这么早就把乙忠请出来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乙忠 上周万万的小活动 真的太厉害了 对 留言大爆发 真的 的 而且这个留言整个遍布苹果啊 YouTube啊 还有我们最近才发现一直有人默默支持我们的这个 Mr.Box3平台 对 我们是 呃 无意中发现那个平台 结果发现 就是这么多时间以来 竟然有那么多的听众在那边留言 对 而且我们发现的时候是半个月前吧 光这半个月 那个平台关注我的粉丝就增加了一万 我们要好好经营Mr.Box 没错 好啦 就是很真的我觉得 弯弯太厉害 发起这个小活动之后才发现铁粉这么多 所以我们这礼拜 以终我们再一起发起一个 又要 要再发起一个活动 对 没错 因为接下来要进入9月 就是处女座的月份 哇 呃 处女座的朋友 哈哈哈 处女座在我们团队非常的重要 以终我们团队有几个处女座的 嗯 有三个耶 对 是比例最高的 对 没错 我们都被 我们都 很怕 很怕 处女座的压子打 所以我们现在 就希望这个礼拜请大家一起来祝他们生日快乐可以吗 或者是你想要生日快乐之外还可以留一句话 或者是你对处女座有什么样的意见或看法 哈哈哈 给处女座有一句话或生日快乐好不好 那就期待大家跟我们的互动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本周的主题重点 就是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到指数已经就是正式收复了晚期 那还没有突破前播晚吧 但是我们观察一下个股已经有人是领先大盘 股价已经创到历史新高了 像是封测族群的同心店啊 mini LED的聚集啊 还有我们以终手上的二极体厂商德维啊 所以大家就知道 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 就是整体来说族群性比较明显 而且长势也很明显的二极体族群 那就请以终直接告诉我们好了 这波二极体到底在涨什么 其实从年初开始到现在 主要这个二极体是在反映涨价的题材 那二极体这个产业呢其实很成熟 长久以来呢每年客户都会跟这些厂商砍价格 价格可以说是那个一跌难涨 不过去年下半年开始到今年 因为有很多应用需求起来 比如说walk from home啊车用 然后这些大厂 然后呢这个产业的大厂呢也转往高阶的应用 那就会使得产能变得比较吃紧 所以二极体厂呢多半都受惠涨价的效益 再加上车用电子呢 去年因为疫情机器也比较低嘛 今年开始比较明显的回温 而且长线又有电动车的题材 那这边呢 对没错 然后这边其实讲到长线的题材 我们先简单说明二极体 其实只要需要用到电的产品呢 都是需要二极体 那二极体呢 它是比较是属于功率半导体的一环 那这样的功率元件呢 就是扮演电能传输啊 转换的关键零组件 那差别就在于 比较高阶的功率产品 几乎都是国际大厂的天下 譬如像是鹰飞灵 那这些东西呢 大家可能都有听过 就是比较高阶的产品 大家可能都有听过 像是IGBT 或者是SIC 碳化系 碳化系 然后它是用在需要高功率应用的电动车 或者是公控的产品里面 那至于台厂呢 目前呢 比较做的比较多是在低功率的产品 那比较多的应用是在消费性电子 了解 所以台厂和国际大厂应用端 稍微就是过去以来 一直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那今年二集体 刚听你这样讲的话 它也有一个涨价题材 然后听起来其实就是会跟 八寸晶圆代工吃紧 比较类似的一个故事 对不对 就是work from home突然冒上来 然后需求一个消费性电子的需求 突然增加很多 但供给端很多年都没有新的产能加入 所以供需吃紧之下 这个多年来都是一叠难涨 产业也开始涨价 但是要聊二集体这个题目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非常高度的期待 这是主持人私心点赛 我一定要说 这波从五月 五月中下旬开始涨上来 我身边真的是超级无敌多的散户好朋友 都非常迷这个族群 然后尤其是就是第二季财报 就上半年财报这样开出来之后 太漂亮了 每个财报都很美 然后就会很多头顾老师就开始不停跟你说 车用的题材正式发酵了 就宇宙刚说电动车嘛 财报都开出来了 你看哦七月营收 谁谁谁又创新高了什么的 真的就吸引了超多散户跳进去买 真的不夸张 那其实二集体上半年财报普遍都很好 但是我们如果从里面来看的话 他们的获利呢 主要是成长是来自那个 Walk from Home相关的远距产品 像是PC啊NB啊 或者是伺服器的需求大正所带动 那再加上刚刚提到了 二集体呢 变成了卖方市场功不应求 所以有了想开始享受涨价所带来的效益 那至于刚刚辛杰说的车用的贡献呢 其实这些厂商车用的的确有贡献 但是除了股票代号那个8255的车用二集体厂 蓬成之外 其他像是5425的台办啊 2481的强帽 或者是3675的德韦 都有一定比例的消费性电子应用所带来的贡献 那车用呢 其实也有成长 但是他们的车用占比都还不算太高 如果跟蓬成比的话 所以不是获利大幅成长的主要来源 那如果我们从车用比重来看的话 蓬成是传统车用的内燃机二集体的龙头嘛 那它的营收几乎全部都来自车用 那强帽呢 车用比重大约大概一成上下 那台办呢 它这家公司有一半以上的营收 是来自它的转投资 条马印表机场顶翰 顶翰也是有上市柜 那其实台办如果扣除顶翰的话呢 台办本身的车用大约占三成 那顶翰这家公司的获利就是非常好 它是获利的支优生嘛 今年上半年顶翰的成长也很多 那台办呢 目前大约有六成以上的获利也是来自顶翰 那至于德韦呢 它上半年车用比重大概只有6% 看起来像是这几家比较低的 不过德韦的车用呢 后面有机会加速赶上来 那等等呢 会好好聊这块 了解 所以我们听完以中分析 好像就是比较冷静了一点 其实如果你是看好车用的题材 你才想要跳进去买二集体的股民朋友 你一定要好好注意一下哦 就是多数今年车用的占品可能在10% 15%左右 那谁的纯度比较高 或者是谁未来车用的成长性比较大 我想相对来说 它股价可能真的才会走得比较长远 那讲完就以中刚分析完嘛 今年财报很大一部分 其实还是来自什么PCNB 这类消费性电子的题材 那明年呢 明年在车用这里真的会大爆发吗 然后比较可以期待的厂商是谁呢 好我们先观察 其实今年以来这个二集体的族群 他们股价的涨幅都至少有一倍以上 对 那涨到现在这个位置呢 大家都要开始留意了 因为今年主要带动财报表现的涨价的题材呢 它会开始慢慢的收敛 或者是不会再 不太会再因为这个涨价题材有更多的反应 因为不可能涨价是无止境的一直涨下去嘛 那Walkfront Home相关的PCNB呢 今年基期都已经很高了 所以也不会是明年的观察重点 那这时候要挑出呢 其实是明年获利成长幅度 有机会还是很可观 然后它的车用布局呢 也有机会明显发酵的公司 会比较是接下来观察这个族群的重点 那这边呢 可以先提到一下 刚刚讲到那个百分之百都是车用的蓬城嘛 那蓬城呢 这家公司其实还蛮有趣的 我会说呢 这家公司呢 很有竞争力 但是它现在呢 就right now 正在跟时间赛跑 我们大家都知道呢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呢 每年的股资就会开始流失嘛 那流失的速度呢 会越来越快 那必须要靠一些运动啊 饮食或者是你去多晒太阳之类的 让那个骨质不会一直的流失嘛 是 是怎样蓬城很老还是怎么样 因为蓬城啊 刚刚讲的就是 它是做传统燃油车的二极体嘛 然后市占率 它在这块的市占率是龙头嘛 那它的市占率已经高到 就是已经 全球市占率超过一半了 那它的往来对象呢 都是汽车的 TA1的客户 像是 那个Valio啊 或者是Mits Beach这些大厂 嗯 嗯 那不过在这样的市占率呢 其实它相对的也是一个双面论 哦 就是传统汽车呢 大家都其实都一定都知道 还是逐年 就是市占率每年都在被 嗯 电动车一步一步的侵蚀 对 电动车未来成长性有多大 大家应该都比我清楚 而且之前我们Podcast都讲过 对 就是一个趋势了 对 对 所以呢 蓬城呢 现在就是处于这个 骨质流失的状态 对 那它就是要跟时间来赛跑 它要嘛 就是比较快的跨进电动车 这个领域 好 那 呃 它要怎么跨进电动车呢 等等 我们会再聊 那我们先说它的基本面 可以观察的重点 嗯 好 那我会挑出蓬城的第一个原因呢 是 它跟 汽车市场的联动性 其实很大 嗯 刚刚说嘛 几乎它几乎完全都 百分之百联动 对 而且50%的市占很高耶 对 50%之外呢 然后营收又是百分之百 几乎是车用 对 那今年呢 呃 汽车的市场呢 是从去年 疫情谷底开始复苏嘛 嗯 那这也是蓬城 今年以来 营收获利成长的 主要原因啦 嗯 不过其实因为 汽车它的供应链呢 还是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对 比如说最近 东南亚疫情不是又升温了吗 对 然后车用晶片 还是有些短缺 就是还没办法完全满足 那些车厂的需求 对 所以今年的车市呢 根本就离疫情之前呢 还有一段的距离 嗯 所以明年车市的持续回温 就会是一个 比较可以期待的一个点 对 那另外呢 传统内燃机的二极体人 也因为就是 国际的环保趋势嘛 嗯 像是欧盟也明定了一些 环保法规 对 那每一个车辆呢 都必须要达到 减排的标准才能够销售 嗯 所以这个趋势之下呢 二极体也必须要有所升级 所以必须要改成 发电效率比较好的 高效率二极体 或者是超高效率二极体 那这种产品呢 会逐步的替换 既有的他们 蓬城的二极体 那它的单价呢 是传统二极体的 数倍以上 所以蓬城 它有一些困扰是 它可能逐步的会被 电动车市场取代 它内燃机的需求量 但是它也有一个好处是 在这个取代完全达成之前 它可以先用一些比较 ASP比较高的产品去弥补 它量的流失 对不对 没错 它传统的 就是它的那个 传统汽车市场一直在下滑 可是传统汽车应该因应 环保法规 所以它有一些高单价的ASP 会持续的量在提升 放大 那这块就是可以减缓它的那个 估值的流失 是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那就是 但是这个就是 只是在减缓嘛 刚刚讲到都只是在减缓 那现在呢 它要从 还是要积极的从传统汽车 跨到电动车才可以 对 没错 那 然后中间呢 其实 但是这个 在跨到电动车的中间 其实还有一个 油电混合车的阶段 那彭城也是在这个 过渡阶段 也有找到一些机会 像是他推出应用在那个 油电混合车的功率模组 最近也已经开始量产出货 会逐步的放大 所以呢 彭城明年在 车市回温的前提之下 这样刚刚讲到这些新产品啊 还是还有机会保持 在明年会保持比较 呃明显的成长幅度 了解 那除了彭城 它本来就是 100%的车用题材 那你刚刚有提到 三家的车用占比 其实都还是蛮低的嘛 10% 15% 那明年谁 还会比较有机会表现呢 如果排除掉消费性电子之外 还可以表现在哪里 另外一个 我会谈到的是德伟 嗯 那我先这边先说 直接先说那个结论 嗯 德伟是明年比较有机会 呃 就是在这几家二级体厂当中呢 明年成长幅度会是比较大的 是 哼 那 对 那德伟的大股东呢 呃 其实也是大客户 就是现在美国有挂牌的达尔科技 嗯 那德伟呢 是达尔其中的一间 呃 算是 呃 代工厂 嗯 那这几年呢 达尔 它释出给德伟的订单 其实是越来越多 嗯 那一方面呢 除了达尔 它自己本身的市占率 持续在提升之外呢 那也在于就是说 德伟它对于提升生产效率 呃 生产管理 生产效率 这件事情 很有一套 嗯 那他们会导入像是一些自动化 然后提升生产效率 然后德伟呢 自己有晶圆厂亚新 嗯 那他也是透过制程的技术的优化 把那个晶圆的制造呢 从4寸转到5寸 那4寸转到5寸呢 就等于是你增加晶圆的单位面积嘛 嗯 那这样就可以降低成本 因为你一片面 一片的晶圆就可以切割更多的 生出更多的晶片来 对 那这样的效益呢 可以很大程度帮助达尔的产品 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 对啦 就是增加 如何缩减 就是增加那个公角 是台厂的优势 那一直提到这个达尔 我觉得达尔好像是德伟的一个key哦 那达尔他就是车用为主的功率原件厂吗 那其实达尔 他的车用占比大概是一到两成 嗯 不过虽然是有一到两成 但是他每年都是 蛮大幅度的在成长 是 而且达尔他有切入 T21车厂的客户 哦 所以 原本达尔给德伟的订单 比较多 都是比较是属于3C PC 类的产品 那现在因为德伟的管理能力啊 还有刚刚讲的那些制造能力 越来越获得达尔的青睐嘛 所以达尔呢 也开始要把含金量比较高的车用产品呢 转给德伟生产 那这个效应呢就是会在明年开始呃明显的发酵 了解 那另外呢 呃德伟他的订单呢 除了很大一部分来自达尔之外呢 嗯 他也其实有自由品牌的产品在拓展市场 那车用呢其实会需要用到原件像是那个 呃ESD 那他中文就是叫做静电防护原件 嗯 那就是会用在车用以及网通领域的产品 那这个产品呢 目前占德伟营收不到2% 那明年会明显提升大约到一成 嗯 那他的毛利率呢 其实比德伟平均产品要好很多 那这也是明年的生长动能之一 也是车用相关就对 呃车用跟网通都会用到 那不管是车用跟网通都比他现在的margin要好 了解 那另外呢 之前达尔并购呃那个敦南嘛 哦以前挂牌的公司 对对对 然后呃后来就敦南就下市了 对 那敦南也是二级体厂 那他的一个封装厂呢 也会卖给呃也已经卖给德伟 嗯 那那个厂呢主要就是用是在做车用的产品 那这部分呢也会是明年呢 在呃德伟这边会比较明显的贡献开始发酵 嗯 那等于是呃德伟明显的贡献开始发酵 明年在达尔啊敦南还有自己开发的那些产品呢 都会开始灌进来 嗯 那就会让车用的比重会有非常明显的提升 刚刚前面如果大家有仔细听的话 我刚刚说他得为上半年车用比重大概是只有6% 是最低的那明年对那明年呢这个占比就会有机会提升到10%到15% 嗯那提升的幅度会会还蛮明显的嗯所以听以中这样分析下来我们应该都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就是车用的比例重点就是车用的比例要拉多高是影响明年投资二级体产业的最大关键 而且以中这次也一样不藏私以中每一次都不藏私他都会直接点名他真的觉得相当看好的公司 所以大家就赶快收到自己的观察名单里面了 不过车用的范围很广啊以中之前在跟我闲聊的时候其实他有提到嘛 就是说小的什么雨刷开关车窗啊什么影音系统啊都要用到二级体对不对 对没错 然后厉害的当然就是像蓬城他就说传统燃油车内燃机里面的二级体这听起来就比较厉害因为是比较心脏核心的位置 跟安全比较相关 哦对那大家关心的就是说那电动车里面主要的马达哦就是叫做电动机这个 它里面以后也会用到类似的高功率元件嘛不是以后就是现在就已经有用到类似的高功率元件嘛 那台湾的二级体厂商有没有这样的布局 那台厂呢其实呃其实刚刚讲的那几间都想要往高阶的产品去发展 那像是IGBT啊然后C跟Carby啊这就是那个碳化系 这两个呢也是现在应该是最热的话题啦 那这些高功率元件呢呃他们的特性啊其实就是它可以比较承受高电压大电流这些特性 那它是电动车逆变器里面的那个关键零组件 那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产品就是要能够让电动车呃可以降低他们的能耗 那你降低能耗之后呢电动车的一直被诟病的那个续航力的问题才有机会持续的改善嘛 那现在呢市面上的电动车呢主要是导入IGBT 然后C跟Carby呢目前只有少数的高阶车款导入 那主要是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就主要是因为C跟Carby是现在大家一直在说的第三代半导品 那这个材料呢它的涨金的技术门槛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现在的基板呢只掌握在少数的一到两家的国际的大厂手中 那你们也知道只要牵涉到关键技术掌握在少数厂商手中呢 那除非它就是这个厂商吃在念佛 要不然一定会是照着市场供需结构走嘛 所以价格一定是很高啊 会影响到它的产品的应用的普及度嘛 那C跟Carby呢其实在几项的表现上会比IGBT要来的优异 像是电动车在加速度的表现啊 还有它跑的里程也可以比较远 然后再来就是它充电速度也会比较快 不过这样讲也不是说IGBT是一个很简单可以做出来的东西 其实IGBT现在也就是只有少数几家 像是英飞林啊安森美啊三菱 然后富士电机这些传统这些大厂在供应 所以不论是C跟Carby还是IGBT都是很难说一下子就可以做出来的产品 是我今天短暂跑过那个MOSFI这个族群 然后那时候的厂商就也一直在提说 他们也希望可以开发IGBT啊什么什么的 反正也都讲讲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那时候我就有感受到啊技术难度真的是非常高 但是像二级体厂商他们有机会朝这个方下去努力吗 尤其像第三代半导体感觉台湾的供应链也是一直不停的有各种话题在出来啊 那再回到台厂 现在其实台厂也是想朝高功率的元件去发展嘛 不过就是以车用的C跟Carby啊或者是IGBT呢 台厂要离量产哦 就是说要离量产 你说在实验室阶段一定都有 但是要离量产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要走啦 像是强茂呢 现在也是开发IGBT还有C跟Carby 不过他们也很坦白的说 就是说这些产品呢 一开始他们不会先切车用市场 因为那个时间比较久 而是会先去拓展公控的领域 那德韦呢 他的C跟Carby 第一世纪就会开始出货 就今年第四季 某一开始呢 他是供应给美国的客户 然后是用在 不是用在电动车里面 车里 是用在那个 是用在那个充电桩 另外呢 IGBT呢 德韦也有开始做 不过一开始应用会是在家电产品 也还没有到车用的那个部分 车用听起来真的很难耶 大家都会先切其他的领域 蓬城的话呢 我刚刚说他是在跟时间赛跑嘛 因为传统车市场会慢慢的萎缩 所以他现在必须要更积极发展 电动车相关的IGBT跟C跟Carby 那他们现在的雄心壮志呢 其实是希望复制他们在那个 传统车内燃机二极体 他们登上那个霸主的一个模式嘛 他希望把这个模式呢 再复制到电动车上面 那这个模式呢 其实就是做出品质跟大厂一模一样的产品 然后靠着他们的管理能力啊 降低成本 然后再降低 进一步的降低价格来抢攻市占率 那蓬城现在机会高吗 不过呢 蓬城目前在电动车产品 还有一些难关要过啦 就是像IGBT现在还在认真的阶段 最快呢 也要明年下半年才会有一些进展 那C跟Carby呢 蓬城他的母集团是中美金嘛 那中美金集团是要发展第三代半导体 那由旗下的他的环球金负责材料跟基板的开发 那他们就会分应用端啦 如果应用端是RF色评的领域的话 他这部分就会交给宏杰克去做 我之前在讲生化价那集 对 就有提到过 那如果是在POWER应用这边呢 就会交给蓬城去拓展 不过呢 C跟Carby的材料开发就像我前面提到了 他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啦 可能在进度上呢 对蓬城来说 现在不管是IGPT或者是C跟Carby 都还要一段时间去发展 但是又以那个IGPT 可能时间又会比较快一些 听起来两个难度都非常高 但是其实在台厂方面 像强帽 蓬城 德韦 其实都已经着手在开发 甚至有的已经可以小量在出货 那大家最终的终极目标 当然还是拿车用当作最后的决胜观点 那要比的就是谁的进度是最快的嘛 所以节目一路下来 已经跟大家分析过咯 明年这些二集体厂商的动能 还有未来性的高阶产品的布局 但最关键的就是这些厂商的股价 真的涨了一大段 德韦已经创新高了 所以到底市场啊 法轮圈是怎么评价这些厂商的呢 宇宙非常非常仔细 帮大家敲过计算机哦 所以这段一定要拉长耳朵 听清楚 马上进入今天彩蛋时间 好 大家在看二集体这个族群的时候呢 看到它的股价涨得那么凶 未来不知道还没有空间 或者是说这些厂商呢 一直在发展车用 会不会让他们的评价被调升呢 那如果被调升的话 调升的空间大概有多大 那其实我们可以把功率元件大厂的本益比呢 当做一个参考值 那这些大厂呢 像是英飞林啊 安生美 用他们最近世纪的EPS来看呢 他们的本益比现在大概是35倍 那其实还蛮高的 那还有一家就是易发半导体 那大约也有25倍以上 那台湾二集体厂呢 因为比较多是做目前啊 比较多是在做3C产品 过去一般呢 他们的PE到15倍就已经算是比较高了 那以明年的EPS来估算目前的本益比的话呢 现在呢 强貌台半现在的本益比呢 差不多就到了15倍上下 那德韦呢 也有将近20倍的本益比 那他会比较高呢 可能也是在反映他明年的获利成长幅度会比较大 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 他的车用比重提升的幅度也会比较高 这些都是会有关系的 那蓬城呢 目前本益比又更高一些 到了25倍以上 那这与他几乎全部的业务都来自车用 还有就是市场对于中美金集团发展第三代半导体 会有更多的想象空间有关 那听众呢 可以持续观察这些二集体厂商 并且把技术领先的国际大厂的本益比呢 当做一个基准点 若是未来台厂在车用啊 工控或者是泛称的高功率元件发展的进度比较顺利的话 那市场给这些族群的本益比 也许就会与国际大厂的本益比稍微再靠近一些 那这样呢 就可以作为听众朋友 假如要投资这个族群的进退预计了 好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二集体族群呢 我就帮大家小小总结一下 今年财报很漂亮呢 主要来自work from home之后 产能吃紧带来的涨价效应 当然还会有一些车用的题材 也在持续的发酵当中 那我们观察明年呢 车用的成长性多高 就会是这个族群最大的重点哦 那所以等于是会逐渐朝下各 朝向个别厂商各自表现 这样子的方向了 接下来就要进入 这礼拜其实我有点害怕这个时间 为什么 压有点大 因为那个留言 留言比想象中要多非常多 非常大爆发 我们进入回复留言的时间 请宇宙帮我们盘点一下 这礼拜有多少留言 这礼拜应该上百折有吧 我也不敢算 我们Apple有27则留言 YT有43则留言 Mr.Box3有19则留言 真的是大爆发 那就是非常感谢大家都这么投入 我们DJ50的活动 这很多人就是都会把我们 就是呐喊DJ50 DJ50 DJ50 那不乏熟面孔跟深面孔 那因为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们就是还是挑一些 就是真正有提问 然后有希望我们回答他们问题的来回复 好不好 没错 你中说呢 我觉得这样很好 不然我真的很怕这个世界 好 有一个叫做最近换iPhone的 他有提出一个问题 请宇宙帮我们念念 他说真的很专业 最近换的iPhone 总算可以用那个Apple Podcast评分 谢谢你哦 那他其实很想知道记者们 这么专业的分析都是多少 都是多少年跑新闻的资历累积而成的 这边其实讲到了关键字资历 他很用心的 你看他中文造诣 他是用资历 我们这个团队的range很大 但是 多的应该有二十几年有吧 然后你要讲清楚是谁 然后少的应该 对 不是每个人都才刚跑线吗 或者是很早 很年轻的时候出来跑线 很年轻的时候跑十岁嘛 十岁 少的可能也有那个哦 应该也有五年吗 有吧 三五年一定有吧 对 其实好几年不是重点 我觉得很大的重点是 我们这个团队是很重视基本面 所以就算是菜鸟进来 也被我们叼得很像老鸟 你说对不对 没错 就是财报一定要会看啊 然后数字一定要会算啊 对 然后产业的话 长官会有非常多的Q 让你非得去把整个产业 搞得很受不可 然后第二个是这个侠客 侠客他很开心 他就说 我们分享很多专业知识给大家 大家很感谢 我们真的是掏心掏肺 我真的一定要说 那还有一个观众 他说很多观众都有这个困扰 就是Apple Podcast 没有办法单集里面做评论 这个也是我很大的困扰 而且重点是Apple Podcast 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 就是回复大家对不对 像我们在YT啊 Mixerbox以后我们也会开始回复 但Apple Podcast 我们就是没有办法 在线上及时回应大家 而且你 这个这位听众有提到说 那个主页要滑到最下面 才可以给五星评论 这是真的是还蛮困扰的 对啊 像我也没有拼过啊 我都要用网页版 然后才能看到大家留言 我也是觉得蛮困扰的 但没办法 因为好像Apple要留言的数量 也是排名的平分之一 所以还是麻烦大家 就是虽然很麻烦 还是在Apple帮我们尽量聊 请大家多帮忙了 谢谢 谢谢 然后再来就是 奶爸洗碗洪睡必听 这个爸爸很可爱 他说他每天都要抢着洗碗 因为他一洗就一小时 可以认真听我们的节目 所以他很在意的就是 他要知道耳机相关的产业 这个我们就交给乙忠来回答 耳机这个产业 但是我不确定这位听众 他是要了解 是像TWS啊 就是真无线蓝牙耳机 还是说一般的耳机也涵盖在内 如果是TWS的话 其实他渗透率 他是这几年 就是前两年前吧 他才开始慢慢 就是快速的渗透率开始提升 那时候的确有题材 是在讲TWS这一块 那时候的一些相关的概念股 都蛮有表现的 那只是说现在他进入了一个 还是持续成长的阶段 但是他就不会像是一开始那样的 那个爆发的成长幅度 那所以这个产业就会比较说 就是在一个稳定的成长 阶段啊 那比较相关的概念 好像台场比较多在晶片相关的啊 还有一些像轴承啊 那组装厂的话 以前那个音乐达有在做 然后后来也被力讯 就瓜分掉订单嘛 所以组装厂这边就有 现在也比较少在做了 了解 反正就是他还是在成长 可是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新话题 所以现在短时间内市场关注度不是那么高啦 那我们会选一个好的时间点 再来好好研究跟分析一下这个产业 今天回复留言的时间 我们就先到这了 真的太多了 那YT我知道有很多好朋友 所以我们这次就不一一感谢大家了 总的来说是非常感谢大家 然后我们一开始跟乙忠一起说 要推出那个处女座的小活动 乙忠在拜托拉复书里边要留什么 大家可以给那个处女座呢 献上那个生日的祝福 然后还有你们对于身边的处女座朋友 或者是你要给处女座什么样一句话 或者是对他们的印象是什么 都可以欢迎留言哦 好的 拜拜